8月22日,2018亚加达亚运会羽毛球女子团体决赛开战,最终面对实力强劲的日本军团,未免冠军中国队在1比0领先的情况下,连输三场,1比3痛失金牌无缘未免,除了第一个出场的陈宇飞发挥出色, 2比0直落两盘干掉了世界第二的名将三口西外,后三场比赛中国队输的基本都无可争议,特别是两场双打比赛,中国队都是0比2失利,而且盘中一度都落后过10分左右,可以说双方的实力差距那是相当的大,在过去20年里,国宇不仅称霸亚洲,更是雄霸世界,可如今这才没几年的光景, 国宇就共手交出了亚洲霸权,因为有公知超,叶昭映,高林,王世贤,王孝林,于阳等一干明将作证,从1998年的漫古到2014年的仁川, 中国女语连续称霸20年共舞界亚运会女语团体项目的金牌, 然而最近三年中国队人才凋零的相当厉害,后辈们心黄不接,以至于在和日本队的比拼中,已经处在了下方,这次日本队夺冠,是他们48年以来,破纪录的第一次赢了亚运会女团金牌,也是律师上的第三次, 实际上在2017年的游博杯赛上,中国队就已经表现出了颓势,在这项中国队统治了6年近三届比赛的赛事上, 中国队最终不敌日本无缘自连贯,而日本队也是时隔36年以来,第一次重读游博杯的冠军, 日本队先后打破36年和48年两大赛事的无关记录,足以说明,他们已经颠覆中国女语的亚洲霸权,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